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您到我们的姐妹平台 去浏览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有劲爆的新闻 还有好康要介绍给大家 而且还有专题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节目讨论的话题 是 力婷 最近我们的这个确诊数字 不断的飙升 一直处于过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 要在这里呼吁大家 多多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在室内最好就是保持距离 人生距离 因为目前的这个病毒的传染力 是非常强的 尤其是这个Delta的变种病毒 在空气当中传播只需要十五秒 那基本的这个传染数是五到八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如果身体有出现不适 或者有一些可疑的症状的话 要马上去做这个测试了 那这些是哪些症状呢 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好吗 是 是 这些症状很不一样 跟普通的病毒 它会让你长时间的头痛 流鼻涕 鼻塞 喉咙痛 呕吐 肌肉疼痛 疲劳 嗜碎和腹泻 如果有出现这些症状呢 请你马上去做比如说PCR 或者RT 这个Antigen 这个快速的筛检 来鉴定说你的身体 到底有没有病毒的 是的 如果你想寻求援助的话呢 可以打这个画面上面的 这个卫生部热线 或者是发送WhatsApp都行的 是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 已经开始接到这个通知 要去注射第一剂的疫苗 那很多人就开始担心了 因为听到身边很多 接种过疫苗的朋友 都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比如说我 你接种了一剂 对 一剂 上个星期 反应大吗 反应非常大 是 那很多人开始研究起 什么各自的食疗法 是 是 怎么样缓解这些反应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大主题了 一起来了解一下 新冠疫情的爆发 对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尽快达到群体免疫 早日回到生活的正轨 我国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正紧锣密鼓地展开 各单位更是全力配合 与加快疫苗接种的进度 大部分人以陆陆续续 接到疫苗接种的预约通知 并纷纷复约进行接种 然而依旧有许多人 对于接种后的饮食 与生活注意事项存有疑惑 面对接种疫苗后 所出现的副作用 是否可透过饮食 来疏解或预防呢 究竟接种新冠疫苗后 什么该吃 什么不该吃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呢 今天就一起来了解吧 OK 今天的课题很有趣 我觉得就是 可不可以吃 要吃还是不要吃 尤其是在榴莲旺季的当下 这个榴莲被最多人的讨论 那今天我们请来了 饮食治疗师 跟我们做线上的连线 我们欢迎董素晶老师 董老师你好 哈啰 你好 大家好 对 我们直接切入主题好了 因为这榴莲香味太浓郁了 很多人就是在接种疫苗之前或之后 都对他又爱又恨 担心说如果接种疫苗之后 我去吃榴莲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状况 那从饮食治疗的角度来说 董老师你怎么看 那榴莲呢 其实不管是不是接种疫苗 假如我们大量吃呢都会很快有这个不食感 由于榴莲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说果中之王嘛 它的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不应该吃超过100克的 但是很多马来西亚人嘛 一次就会吃的量会很多 但是在这个接种疫苗过后呢 就是由于我们身体的这一个 里面的那一个反应翻转 反应翻转很大 所以在这时候假如我们再吃进这个榴莲 那加上刚好现在因为榴莲季节 也是一个灶热的天气嘛 对吗 在水会或许不够的这个情况下面呢 就是很容易会上火 很容易会发炎 那再加上榴莲是高甜的一个水果 那假如说当我们吃进去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的胃液 胃酸跟甜接触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发酵的效果 就是它会引起我们脏风 那脏风会令到我们很难去做这个消化 所以会引起我们的这些肠胃道的炎症发生 所以在接种疫苗过后呢 尽量避免吧 假如要吃的话就尽量在100克以下 就是两小颗 就是一粒剥开两小颗就可以的 是很不过瘾了 不过瘾可以节节饮了 总之不要吃两大个榴莲就好了 因为有时候吃榴莲会忘形 越吃越多 OK 不是不可以吃 可以少量地吃 那再来马来西亚的美食 脱离不了辣椒 对不对 是拿起了蜜 这个荷地粘奶 里头的辣椒少了 它们就少了一个主要的那个味道了 那可以吃辣椒吗 辣椒呢 其实我们说 假如说辣椒呢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是很好 非常棒 我们常吃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 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带动含氧量 那也可以帮助我们舒缓饶化 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只不过假如我们说辣椒 假如用来煮成Samba 就高原高炸那些之后呢 就效果会反了 这样子 所以呢 辣椒呢 更不应该在我们这个 这种疫苗过后呢 吃得更多 因为它会加速我们的呼吸道 不适应 然后会增加这个痰啊 浓啊 这些啊 喉咙干痒啊 这样子之类的 所以讲 这种疫苗后 还是保持比较清淡的饮食 那所喜欢耗辣的朋友 有建议大家吃一个比较深的辣椒 就是不要煮的 就是切一小片 一小条加进去你的饭啊 面啊这样子吃 它的营养会带来更好 也可以帮助你做一个循环的 是 老师您的意思是说 不管是红辣椒还是青辣椒 或不管什么民族 会不会华人呢 其实对辣椒那个适应性比较不良 所以好像吃辣椒特别容易燥热 因为吃辣椒 吃过量不是特别容易 然后是马来西亚的人的天气有关系 然后大部分的人喝水很少 所以变成整个都是在灶热的情况下 然后再吃过量的这个辣椒的话 就会引起这个不湿感 是 还是少量 再来就是我相当喜欢的快餐 快餐当中有薯条 或者零食当中有薯片 这一些平时我们都认为是比较接近零食的这些食物啊 也是同样容易引起燥热 也不建议在接种疫苗之后吃吗 这个是我非常不愿意 不接不推 不鼓励人家再吃的 因为这个我们也知道 它在零食里面也算是一个垃圾之手 我的天啊 对 所以假如在接种过后我们吃进去 它主要是可以障碍我们的这个消化功能 因为它在胃里面吸水会膨胀 然后就会引到我们的这个消化不好 所以它会改变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 然后引起这个炎症 就造成更加的不湿 所以先避免嘛 先避免在我们注射过后吃这一些食物 是哦 那好多美食都不能入口啊 比如说前面三个这个食品 都是跟这个比较热气有关 那我就联想到巧克力 巧克力也是被认为是相当高热量的一种食物对吧 也不能吃 是 基本上巧克力呢 假如是说我们说纯巧克力的话呢 它的功能也是非常好的 也是非常 我也鼓励人家 是因为巧克力可可就是天然的这个兴奋剂嘛 对不对 它是大脑的食物 吃了我们会开心这样子 但是由于现在因为巧克力在制作过程 可能加入了很多糖精啊 奶精啊 这一些 所以就引起了这个过度的这个甜度 然后引起这个肥胖症啊 影响我们的这一个 其他的身体的这个循环的功能啊 所以假如说在这个接种过后我们有过量的去吃的时候 我们的胃很容易烧热 很容易失眠 然后它其实天然那边也有那个 我们说巧克力其实它是有 咖啡因吗 它天然的咖啡因 对 它的咖啡因 它的可可粉 这个吃太多的话就是会伤我们的这个胃 跟影响我们的失眠 因为它是一个提升的食物嘛 所以假如吃太多的话呢 它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这些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接种疫苗过后也是不建议过量的使用啦 那假如说是纯的话呢 加入水那边呢 是建议的 因为只要加入水里面呢 都会稀释掉 那水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作用 但是不可以超过四克 哦 就四小片 四克啦 对 四克 四克 哦 四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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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既然巧克力有这个咖啡因 那茶和咖啡之类的也有咖啡因 也不建议在接种疫苗之后来喝咯 嗯 因为巧克力呢 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巧克力片 所以这个片呢 可能它吃的量会比较多 那假如说喝茶也是有这一些量 但是你加入了那个水 水会稀释掉 所以你喝到的那个量可能不会这么多 除非你是大量喝很浓茶的那种 它长糊啊 所以那一些我们都不鼓励啦 喝太浓的话 是 那咖啡呢 有些人说现在好像在流行说 喝咖啡什么提高免疫力啊 对抗新冠肺炎等等的 可是以接种疫苗之后来说 到底就是饮食治疗是会不会建议 我们去喝咖啡呢 喝咖啡很多人觉得是一种提神啊 一种提神啊 提神 所以其实他有一些人喝咖啡 就会马上就会感到很紧张 很焦虑 很虚弱 尤其在你空腹的时候 心跳会加快耶 对 心跳会加快 因为你空腹的时候是进入我们的血液的 所以它是直接去影响这一方面的 所以尽量假如是说真的是对咖啡因不适应的 尽量是尽量的避免的 再加上假如咖啡呢 假如我们喜欢喝的话 尽量喝少一点咖啡因的 在这个接种的季节里面 那接种疫苗后喝一杯算适量呢 一到两杯其实还算是OK 但是咖啡它喝太多的话呢 也是会消耗我们的水分 所以假如说我们喝上一杯的咖啡 我们要再补充两大杯的水 因为咖啡也沥尿 对 它也是沥尿 假如你是一个不够喝水的人 你每天喝咖啡 你的身体根本都不够水分 但是你每天喝咖啡一直 所以你是一个很严重的缺水 在这样情况下 你的那一个酵酸也会流失 对女性来说 更加的这个要注意了 是的 那珍珠奶茶呢 现在最流行的饮料 对 珍珠奶茶呢 其实就是最比较不好的方面 就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我们一直在谈论的 就是它是高甜 它是高甜 所以它的那个卡路里也飙升 所以在这个世界卫生水平的时候 我们一天不可以吃这些加工的糖 就是外面进入的这些糖 不可以超过这个50g 但是它的一杯珍珠奶茶 可能就是我们一天里面 需要的量的两倍了 所以这一些呢 不单只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影响肥胖 而且那个珍珠呢 也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胃部消化的 所以说这些多次呢 都是会造成这个心血管 糖尿病 癌症这一些都会增加的 那我去预订的时候 我说少糖 少糖 可以吗 我觉得你是全勉不要糖吧 就是说你全勉不要糖 珍珠还是甜的 所以真的是要少喝 对 那珍珠奶茶其实某个程度上 它很像Data Red 它就多了珍珠 它就多了珍珠 那如果喝Data Red可以吗 Data Red呢 也甜 对吧 它就是有咖啡因 它就是一样有 它是茶嘛 对不对 但是它加入了一些奶的 那奶是看咯 因为有一些人可以适应 哪一些人是不可以喝奶的 所以其实也是一样 只是其实我对饮料 还没有这么担心 因为饮料 它们有加入了大量的这个水嘛 对不对 所以它还可以稀释 跟它也很容易排出来这样子 那假如说食物呢 比较难 因为它要经过我们的胃 它要去消化 消化之后 我们才可以拿到它的食物 但是假如吃不对 它就直接去影响我们 这个胃部吸收 胃部消化 所以其实它严重性会比较大的 那比如说饮料里头 我们认为糖分最高 其实是碳酸饮料 那碳酸饮料也是不在 这个老师的建议范围内 一般上碳酸饮料 也是属于高糖 但是也不是每一种 碳酸饮料都是高糖 但是就是因为我说 因为它是水的部分 对不对 所以就是偶尔在接种过后 我们有一小杯这样子 我还可以接受 尤其是运动饮料对吧 我们还可以加水来喝 好像可以缓解 有一种退热的感觉 对 因为它里面的那个电解质 还是我们身体里面需要的 有时候我们运动过量的时候 我们会大量流失那些电解质 这些 所以我们有时候是要补充一点 但是假如你没有运动的话 那就另当别人了 那好 那我们谈老师最担心的 那个部分好了 因为老师说 食物的影响可能还比较大 因为它缺少水分 食物方面老师会怎么建议 我们来做选择呢 在接种疫苗之后 食物呢 其实我就是跟大家讲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时常在这个 因为我是食疗师 我最近是时常接到很多的人 就是打电话给我也好 因为很多中了COVID 或者是打了针过后 都问我应该怎么样吃 那我就跟他讲 其实吃天然的食物 吃健康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他们并不懂 什么叫天然的食物 什么叫健康食物 叫他吃健康食物 他就不会吃了 那我这边可以给大家 看一下举例 比如讲我们都会吃饭 对不对 我们都会吃到碳水化合物 那些均衡的营养 碳水化合物 就是我们的主食 它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主食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影片说 主食呢 其实就是天然的 你看一些米饭面条 饭啊 五穀杂粮啊 地瓜这些 全部都算是 碳水化合物类的 这一些呢 是属于天然 看得明白它是什么的呢 这些都属于是健康的 那像下面这些 加工的碳水化合物呢 我们就尽量地避免 少吃一点面包 蛋糕 饼干啊 这一些薯条 这一些东西咯 因为很多人很喜欢在家 没有东西吃就吃个面包吧 没有东西吃就吃块饼干吧 不然就饼干沾一个可可 可可奶之类的这样子 所以风险也是蛮高的 是 因为加工型的这些 碳水化合物啊 很多都有糖分啊 防腐剂等等 那我们就要修复细胞 需要蛋白质 那接种疫苗之后 会不会需要增加 更多的蛋白质摄取量呢 OK 这个是看个人 因为这个接种疫苗过后呢 它并没有说 他们在制作这个疫苗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是 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研究 其实并没有说 接种过后 它并不可以吃什么的 但是尤其是因为人体原本的身体里面的不健康 然后再加上这个 接种过后的那个翻浆倒海的那个 反应啊 反应呢 就会影响了很多的这个不适 那蛋白质是我们一般上我们都可以获取 但是尽量叫大家吃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 因为很多很多人现在都喜欢吃肉 很喜欢煮 但是煮肉的味道就是拿来蒸煮 炖是最健康的 但是因为不好吃嘛 煎炸爆炒才好吃嘛 对不对 所以你其实还是可以接受 还是可以吃的 那我们可以看看 蛋白质其实最重要 我们是不要吃过量啦 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呢 我们说每一公斤 体重 我们只要一克对的蛋白质 假如我是60公斤 我一天里面只需要60克的这个蛋白质而已 60克是等于多少 就60克分一天啊 就是分三餐 一餐等于20克 20克是gram它的克 但是不是说你称重 20克大概是由你的这个手掌 大家可以看看你的这个手掌 这个手板的这个位置 这个的厚度 这个阔度 你自己的手 你自己的这个厚度呢 就是你一天里面需要一餐 里面需要的这个蛋白质的量 那这上这样子比较容易看啦 因为人比较大这手会比较大 人小这手会比较小 所以看回你的手掌 这个量就可以了 那它很可能就是一个鸡蛋 再加一片鱼肉 可能就差不多 接近一餐的蛋白质需求量了 对对对 这样子就是一餐里面需要的量啊 当然是选择煮法也很重要啦 所以可以的话就避开炸间熏烤了 那讲到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啊 其实很多人也在讨论优质的这些脂肪 那又有什么建议呢 老师 OK 优质的油呢 就是说我们说 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不需要太多油 但是我们身体没有油也不可以 因为油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润滑剂嘛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好像优质的脂肪油 我们都知道 吃淡河豆啊 吃油啊 我们吃一些坚果的油啊 这些好的油呢 都可以带动我们的身体气血循环 帮助我们消炎 帮助我们这个肠道的润化剂 也会帮助我们通便都是很好的 那中性的脂肪油就是 肉类的这一些脂肪 就是因为鸡肉自己天然都有它的那一个脂肪嘛 牛肉都有它的那一个脂肪 但是它们因为连着那一个肉 所以它们是中性的 而且也是偏酸性的啊那假如说我们有高血压啊 酸性体质的人尽量吃少一点 选择优质的就比较好啊 但是假如说一般上还好我们还可以中性脂肪油 我们都可以介绍可以接受的 那二次的脂肪油就是那一些不好的那些脂肪酸非常高 就是煎炸的这一些食物啊 所那个食物经过爆炒煎过后呢 所产生的一种已经被破坏了的油脂 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伤害了 所以可以选择优质或者是中性的 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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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这老师呢刚才讲了一系列 跟我们需要避免的食物有关 那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回来呢再请老师继续跟我们聊 哪一些食物对缓解着 接种疫苗之后的不良反应 是有帮助的 这时候呢我们也来看看 儿童接种疫苗也有一些误区 一起来了解 儿童接种疫苗误区 疾病减少不需接种 有些家长认为部分疾病 例如小儿麻痹症的病例逐渐减少 孩子就不需要再接种该疫苗了 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小儿麻痹症的学名为追随灰质炎 是由追随灰质炎病毒引起的 急性肠道传染病 随着小儿麻痹症疫苗接种率提高 素食发病率也因此逐年下降 专家提醒家长不应让孩子 轻易盲目地放弃接种疫苗 以免出现传染病感染率回潮的问题 严格按规定日期接种 很多疫苗都需要多计次的接种 在说明书中通常会明确写出 不同真字之间的间隔时间 接种者不可提前接种 但可以稍微推迟接种 建议完成按照时间间隔接种为最佳 但要是孩子在规定的时间刚好身体状况不佳 不适宜接种 推迟相应计次的接种也不会影响接种的效果 但如果长期延迟或未完成全程的免疫程序 则可能会导致免疫失败 过敏性体质不能接种 每一种疫苗都有接种禁忌症 患有相应的禁忌症者不适合接种 但禁忌症也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暂缓接种 另一种是绝对禁止接种 如果孩子出现发烧 急性腹泻 严重的湿疹等症状时 一定要暂缓接种 然而过敏性体质并不是疫苗接种的禁忌症 对已知疫苗成分严重过敏 或曾经因接种疫苗而出现猴头水肿 过敏性休克及其他全生性严重过敏反应等情况的人群 不可以继续接种同一种疫苗 欢迎继续收看《活力加油站》 那么我相信到今天为止 又应该很多朋友都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接种了疫苗 至少都接种了第一剂 像我一样 那接种了疫苗之后身体总会有一些不适的反应 那这个环节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饮食治疗师 董苏金老师一起来谈一谈 如果是我们身体出现一些不适的反应的话 能不能用一些食物来帮助缓解呢 董老师你好 哈喽 大家好 你好 可以的 可以用食物 因为我们食物其实就是在食物 我们叫食疗 那医生生病是用药疗 所以其实选对食物也是一个帮助我们疗愈的 帮助我们的这个病症疗愈的 所以可以在你接种过后呢 身体有什么不适的时候呢 是有一些食物可以比较快速地 跟你解决身上的这个疼痛的问题 那我想这个不适的状况 第一个最明显的应该就感觉疲倦 对吗 那老师如果疲倦这个不是睡觉就好了吗 那食疗上可以怎么帮助呢 确实啊 假如是说你疲倦你整个人累的话 你就睡觉 睡觉你也不理 但是你会肚子饿啊 那你肚子饿起来 有时那些酸痛这一些疲倦这一些是 短时间的话它是没有问题 你只要睡觉起来就没有事 但是有时候它是长时间的 所以我们要补充那一个体力 我们要有那个营养进入我们身体 给我们去缓解这一个问题的 那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个叫什么三色 我做了一个食谱给大家了 这个就是大家在接种疫苗过后 这些食材其实我们都可以准备在家里面 万一有这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吃 那没有这个症状其实也可以吃 都是很好的食物 都是很好的这一个营养 那先介绍大家这个三色 这个生菜春卷了 那你不要包成春卷用来做成一盘 营养也是非常好的 主要是里面的那一个食材啦 所以首先你要看的是那个木树芽 木树芽食材 因为木树芽是非常非常碱性的 所以可以平衡我们这个酸性体质是很迅速的 所以这个是重点木树芽一定要有的 那葡萄干呢也是一个有很好的这个营养素 但是可以有一点味道甜甜的 小孩子也很爱吃 那可以准备这个春卷皮 或者有些人喜欢紫菜的话 也可以准备那个紫菜皮也没有问题 那豌豆苗啦黑芝麻粉啦 5g5g啦 这个紫高粒菜跟三色甜椒丝 三色甜椒丝是它的 它的营养价值就跟刚刚我们说的辣椒是一样的 但是它不辣 所以对我们身体的那个吃激感是没有这么强 但是它对身体的那个营养跟抗氧化 就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一类的食物呢 我们可以先准备买回家 当我们这种疫苗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随时可以吃 可以减低你的这个疲劳的这个症状 很快恢复体力 是 单单看卖相就觉得很美味 这道菜我其实也吃过类似的 真的是非常可口的 那这个是关于疲劳的这个部分嘛 那还有一些朋友 包括我自己 肌肉酸痛打了疫苗之后 那肌肉酸痛应该怎么处理呢 应该吃些什么呢 对 肌肉酸痛呢 就是打针过后呢 我们会出现这个症状 一半上是第二天吧 有一些人打针是 部位疼痛 那个是另外那个是一定会疼痛的 那个我们就锻炼一下 或者是用人水铺一下就好 那时候之后肌肉酸痛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主食 我们就不要吃饭了 不要吃五穀米 因为五穀米也是算酸心的 那我们吃什么东西呢 介绍大家换掉你们的这个饭 我们选择地瓜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绿豆 然后我们再选择这个义仁 义仁和义米都可以 用这个呢 煮成饭 煮成粥 甚至煮成糖水 都可以 这个搞一上我们这个肌肉酸痛 是非常非常棒的 大家可以用这个 这个绿豆40克 义仁120克 跟这个地瓜100克 就是放进饭煲 煮成饭 或者是煮成粥 或者是煮成 流制的来喝都可以 这个改善很快 我看到老师上面有写 就是说如果是发冷的话 可以加一点姜 对不对 假如是说会发冷 我们就加几片姜偏下去 假如有这个症状 一般上太寒 因为这些食物都是偏良性的 这样子 因为一般上打了针 过后都是会偏热的 因为在发炎的状况 那假如真的有一些 真的是太寒的话 我们就加几片姜 再去平衡它就可以了 真的很棒 大家一定要记起来 因为 一定要记起来 你这个身体有反应的时候 你才会后悔莫及 像我上个厅厅 如果早一点遇到老师的话 可能会减轻很多的 这个身体上的不舒服 那除了是这个 发冷感 我们提到了 疲劳 肌肉酸痛 还有一个就是发烧 那如果发烧的话 老师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呢 发烧的话 就是我们要做 这个高吸守门员 高吸守门员就是 我们要大量的 打疫苗回来 很多人说 不是这个 这种文章说 不多吃维他命C 发烧还是多吃维他命C 但是那些维他命C 有时候我们吃得 进去的之后 它可能要经过 我们的胃部消化 等我们拿到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慢一点 那这个是最快速的 直接喝果汁 那发烧的话 这个一定要 黄梨100克 橙2粒 跟这个柠檬半颗 然后葡萄25粒 那个橙跟柠檬呢 我们就消去 它的外皮 就消去 橙色 黄色的那个皮 尽量保留多一点 它里面那个白白的 那个维他命 很高的 所以这些呢 直接用 那个分离式扎 自己打出 它的果汁来喝 那假如说高烧 一直不退的话 你一天可以喝 三杯到四杯的 就是这样 就是每四个小时 喝一杯这样子 一般上你大概 喝三杯四杯 它就不会再发烧了 因为我没有试过 介绍人家喝 这个高级果汁 会烧超过两天的 是哦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很重要 发烧真的很多人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老师除了发冷 发热 又发烧之外 头痛也是一个 很伤脑筋的问题 那该怎么办呢 头痛跟头晕 就很伤脑筋了 这个也有另外一个果汁 这个果汁呢 我们叫 这个果汁叫什么名 净血酥果汁 对吧 对 净血酥果汁 这个净血酥果汁呢 也是一个 很好的这个饮料 主要是说有 三高或者是雀氧的话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柠檬半颗 番茄一粒 那红萝卜一条 跟这个湿羊芹两根 那这个呢 你可以把它打成水来喝 或者是你直接用那个搅拌机 搅成就是有纤维的 这样子来吃 就是这样子来吃 有渣的也是蛮好喝的 它带一点咸咸 这样的 因为柠檬跟那个 那个番茄呢 打下去会有一点咸咸的这个味道 是蛮好喝的 那这个品质在我们 头晕头痛时常有头痛这一类呢 我们可以补充这一方面的这些的营养呢 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很快速完结 大概你在喝了一两个小时过后呢 它就有完结的那个效果了 所以这个平时也可以喝 如果有这个头痛的问题也是可以喝的 尤其是高血压跟糖尿病症患者 非常鼓励喝 老师 现在还有一个很紧急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说 打疫苗都说要赶快去买椰水 那有人说喝白开水就行了 有人说一定要喝椰水 那到底是喝白开水还是喝椰水呢 OK 那我们说椰水呢 就是有矿物质比较多 那个电解质这一些 所以也是对身体比较好的 那滚水呢也是算是好 因为只要有水进去 我们身体的不管酸性有什么毒素 它都会排出来嘛 当然但是有时候喝白开水 会喝不到这么多 因为不好喝又没有味道 那椰子水又很好喝 又有很好的味道 而且又有一点的这个 我们说营养力它的电解质 这些有葡萄糖也是很好 只不过是椰子水 它很容易脏气 那喝过量的人呢 可能会引起这个脏气 脏气之后呢 会影响这个消化系统 所以这一方面 假如没有喝习惯的呢 就建议大家不要喝太多 或者是你买叶子水 你可以害怕没有味道 喝白开水的话 你可以加一点的水 这样子喝 或者不要喝太快 这样的方法也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说 一定喝这个椰水就可以 不会有这个症状出现 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水精量最主要是多喝水就对了 多喝果汁的营养也是有这个电解质 而且营养更多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蔬果汁在里面 所以更建议大家喝果汁的 好的 非常感谢董处金老师 今天给我们很多很好的这个点子 大家都要把它收藏起来 再次的感谢老师 也希望你保重身体啦 健康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来看一看这个狂犬病的疫苗 失败的原因就是什么 那下一个环节回来呢 会请到医生来跟你破解 关于疫苗的迷思 狂犬病免疫失败的原因 疫苗质量欠佳 一般来说 投放于市场的狂犬病疫苗 都是已经达到国家质量标准要求的 但如果没有按照严格规定 在涉事4-8度的条件之下 进行住藏与运输 将会严重影响疫苗的质量 酿成人为的免疫失败因素 没有及时与正确的处理伤口 局部伤口的冲袭与消毒 对于发病与否有直接的影响 要是伤口处理不妥善 依然会引发狂犬病的发生 此外错误的缝合和包扎方法 可能会对神经组织造成损伤 加速病毒攻击神经组织的速度 进了对组织液和肾出液 引流造成不利的影响 暴露前免疫缺失 狂犬病的潜伏期 多为30-60天 但部分的患者 从暴露到发病的时间较短 在狂犬病疫苗还未全程 接种完成及发病 这种情况之下 即使接种高质量的狂犬病疫苗 依然难以得到保护 因此建议在被狗咬前 接种疫苗 一旦被感染 疫苗接种可引起疫苗的记忆效应 快速地产生中和抗体 阻止病毒侵入 免疫成功率较大 这对潜伏期较短的患者十分的有利 欢迎继续收看生活火力加油站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迷思 那我们要请专人来给我们破解 当然今天的这个话题 我们谈到疫苗就要来破解 疫苗在我们生活中带给我们很多的迷思 我们请到的是钱俊如内科专科医生 来到节目中 钱医生你好 你好 俊平你好 是 钱医生说到这个疫苗 其实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传说 传言和这个讲法 那首先呢 我讲第一个就是 如果一个人他接种了新冠疫苗之后 他可以再接种其他的疫苗吗 那这个前提是 可能他的住宅附近 有一些特别的案例出现 他需要去接种这个疫苗 或者割伤了 跌伤了 那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呢 目前各个国家跟组织有不同的看法 至于你接种完新冠疫苗后 可否即刻接种其他的疫苗呢 但是谨慎来说呢 我们建议新冠疫苗通常情况下呢 和其他疫苗的接种间隔 最好是达到两周或以上 为什么我们要间隔两周或以上呢 主要就是为了区别这个疫苗 可能发生的副反应 及避免可能发生的疫苗之间的相互作用 当然呢 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比方说如果你跌伤了 出现外伤 或者被一些动物咬伤的话呢 这时候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 可以不考虑间隔 你就可以尽快地接种 团犬病疫苗或者破三封疫苗等等 当你注射完团犬病疫苗 或者破三封疫苗 接种周期结束后呢 间隔14天以上呢 你就可以接种新冠疫苗了 对 所以还是看这个情况而定 如果是有一些健康上的风险的话 那刚才医生说的这个间隔的时间 大家就可以考虑把它去除掉 当然呢 你接种疫苗一定是会找 专业的医生来处理 那专业的医生就会给你最准确的 这样的一个医学上的判断 那我想请问前医生 还有一个迷失是我们常听到 就是说接种疫苗之后 你回家记得不可以洗澡 不可以碰水 那医生是不是真的不可以洗澡呢 我们都知道 如果我们接种新冠疫苗的话 一般上我们都到这个中心 或者到诊所接种疫苗 如果你出门后呢 回来后我们仍然是建议你 最好是洗澡 脱下你的衣服洗个澡 这样会比较卫生 接种新冠疫苗后呢 其实是可以洗澡的 其实我们接种所使用的这个针头 一般上都非常的细小 针扎的伤口一般上很快就会愈合 而且这个新冠疫苗本身 含有这个细腹制剂 它接触水呢 一般上不会引起感染 然后洗澡时呢 还是要建议你尽量避免 过度地按压这个针扎的伤口 洗澡完后呢 尽量保持局部清洁跟干燥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才前医生有特别提到说 我们接种疫苗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觉得 其实都没有什么痛楚 甚至有人感觉说 打好了吗 我怎么都不知道 因为这个针头 它用的是最细的一个针头 所以大家不会有太过难受的这个感觉 所以这里也呼吁大家呢 踊跃地去接种疫苗 登记去接种疫苗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我想请前医生 再来跟我们破解的一个名思就是 接种疫苗之后 我如果想要身体快点恢复 我去运动可以吗 一般情况下呢 接种这个新冠疫苗 通常不会影响到你个人的日常生活的 打完疫苗后呢 你还是可以适度地做运动 比方说一些走路啊 慢跑啊 打太极等等 其实都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它不会降低你人体的免疫力 但是呢 我们还是建议 大家在接种疫苗后 不要做剧烈运动 什么叫剧烈运动呢 比方说马拉松跑 健身举重 因为这些有可能会增加接送 这个疫苗不良反应的风险 或者引起其他的疾病 比方说心脑血管疾病 发生这个风险的可能 是的 那所以就说这个运动呢 要适可而止 不要逞强 太剧烈运动就不行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 可能有一些特别的情况 或者有一些朋友呢 他们是有习惯去捐血的 那接种了新冠疫苗之后呢 能够继续捐血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好 现在在这个MCO期间呢 我们发现到非常缺血 血库非常缺血 其实根据我们大马 冠病疫苗供应委员会的 JKJFB他指出 无论你是接种 Pfizer、AZ或者科兴疫苗呢 民众在接种疫苗后的7天 没有发生任何的副反应 副作用 你可以去捐血的 在这里要呼吁大家在MCO期间 请踊跃地捐血 是 我们常常讲 你献上你自己的鲜血 就可以救了一条人命 那一定要好好的去保握 你手上的这个权利 救人的权利 那说到这个 身体上的反应 或者一些作用的话 我们有观众就询问说 如果他自己会有那种 气喘的那个情况的话 那他想请问医生 他自己已经知道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还适合去接种新冠疫苗吗 关于气喘呢 首先我要知道 为什么他气喘呢 比方说可能有些病人 他本身有心脏的疾病 或者慢性肺部的疾病 或者他可能有哮喘等等 我还是建议 如果你有任何不适呢 在接种疫苗前 你可以先咨询你的医生 然后得到更好的咨询后呢 才好接种疫苗 是 所以大家 我们节目上可以提供一些 让大家参考的资讯 那更重要的 尤其是在跟健康身体有关的 最好是找您熟悉的医生 或者您看习惯的这个医生 他了解你的病史的话 他会给你一个 更加准确的一个判断 希望您也可以保持身体健康了 好 那我想下一个问题 请问前医生的就是 如果是接种新冠疫苗的话 有一些朋友他有慢性疾病 他需要长期服药 那这些药物 还可以继续服用吗 还是必须要停一段时间呢 打新冠疫苗前后呢 请你继续服用你以往必须的药物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药物 比方说一些降血压药 降血糖药 降血脂药 或者一些哮喘食愿的一些扩张 这个支气管的药物等等 请你继续像往常一样的食愿 但是呢 一些抗病毒药或者抗生素药呢 建议你不要自行食愿 而是建好你的医生之后呢 得到良好的咨询后才好服用 我这里想强调一点 关于化疗呢 因为有些病人可能患有癌症 他需要进行化疗 一般上在可行的情况下 我们建议在化疗开始前 接受疫苗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呢 如果你已经在接受疫苗 接受这个化疗 建议你在白细胞正常的范围内 接种疫苗 部分专家建议在你治疗后15天 或者下一次治疗前7天 接种这个新冠疫苗 那说到这个药物之后呢 下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关于手术了 如果紧急需要做手术 接种了新冠疫苗可以做手术吗 我知道最近晚上非常流传 这个麻醉是否会对这个疫苗造成问题 其实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指南很明确的 关于这个接种新冠疫苗多久后 才可以接受手术麻醉 因此麻醉手术本身呢 是否会影响新冠疫苗接种后的效果 我们还没有很明确的答案 但是是否需要立即进行手术或者麻醉呢 这更取决于这个病人的病情 他的病情是轻呢还是重呢 还有他的手术紧急程度也非常重要 比方说我们如果有这个急性打蓝炎 或者蓝萎炎呢 这时候见完医生后 医生就会建议你可能需要进行紧急手术 避免恶化 这些特殊情况呢 你就必须即刻进行手术 好 那钱医生啊 其实很多人打了这个疫苗之后 身体会有一些副作用或者有一些反应 那有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 副作用越强就表示我的免疫系统越好 是不是正确的说法呢这个 确实我们最近很常发现 身边的一些年轻人去打完这个疫苗后呢 他会发现一些副作用 比方说一些发烧 或者一点点的肌肉酸痛等等 反观老年人呢 打了疫苗后呢 却没有事情 其实首先让我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副作用 副作用就是我们人体呢 对于外来的因素产生的这个免疫反应 比方说一些病毒或者一些细菌 或者一些 疫苗 进到我们体内 我们产生的这个免疫反应 因此呢 个人的免疫反应好 一般上作用 副作用也会比较强 但是 请记住 副作用因人而异 而且一般上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呢 是很少见的 免疫系统呢 它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而减弱 因此 年轻人一般上会有比较强的免疫力 它一般上可能会对疫苗产生更多的反应 但是请记住 发生副作用跟疫苗之间呢 它们没有很强的相关性 即使没有副作用 疫苗仍然是有效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自己起了忧天 或者是做一些无谓的猜测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 钱医生就是 备孕者 他们也适合接种这个新冠疫苗吗 可以 你还是可以接种新冠疫苗的 如果你正在备孕呢 你无需在接种疫苗后刻意地避孕 当然呢 如果你在接种疫苗后 发现到自己怀孕了 你也不要焦虑 不要担心 不要慌张 你只需要继续进行你的产前水凡 就是一个 在这里非常感谢钱医生 来跟我们做这么详细的分享 谢谢你钱医生 好 谢谢军斌 是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马来西亚有很多的运动员呢 也在这个东京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这个五环的一些讯息了 奥林匹克五环 五环是由顾拜旦南爵 于1913年构思设计的 奥林匹克运动会会灰 也被称为奥运五环标志 它由五个奥林匹克环套机组成 分别为蓝 黄 黑 绿 红 五种颜色 环从左到右互相套接 上部分是蓝 黑 红环 下部分是黄 绿环 起初国际奥委会采用蓝 黄 黑 绿 红色 作为五环的颜色 用以代表当时国际奥委会成员国国旗的颜色 1914年在巴黎召开的 庆祝奥运会复兴20周年的 奥林匹克全会上 顾拜旦男爵解释了标志的设计构思 五环象征世界上承认奥林匹克运动 并准备参加奥林匹克竞赛的五大州 当中的天蓝色代表欧洲 黄色代表亚洲 黑色代表非洲 绿色代表大洋洲 红色代表米洲 第六种颜色 白色 也就是旗帜的底色 一直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 在自己的旗帜下参加比赛 作为奥运会的象征 郁郁相互还扣 同时也体现了吸收殖民地民族参加奥运会 为各民族间和平事业服务的思想 在新冠肺炎肆虐的这两年多以来 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其实饱受冲击 饱受折磨 希望说本集团也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所以Media Prima Omnia 我们这个组织就希望说 把这个元首带给大家 只需要就是五千令吉的配套 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打广告 那我们会帮助你们支持 你们成长 帮助你们拓展业务 巩固品牌和加强服务 与此同时您也可以在 Walshub的电子商务平台销售产品 而且首二十名购买这个配套的中小企业 有机会获得总值一百万令吉的媒体广告 所以更多有关的详情 请您马上联系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大家度过这个难关 那与此同时 其实我们非常感恩的是 在前线有很多医护人员 就不眠不休的 为我们就是把关的 那这个环节这个单元 我们想要访问一位护士朋友 请他告诉我们现在他们的状况 我们有嘉明 嘉明您好 哈啰 嘉明我知道您也在这个前线 帮忙施打疫苗 我不知道现在那个情况怎么样 因为前两天我听那个卫生部的数据说 全国有三千四百多名的护士 虽然是接种了两剂疫苗之后 他们还是有染疫 而且就是那个数量不在少数 占了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 那您是护士的一份子 其实您和您的朋友 同行之间会不会对这个数据很担忧呢 对啊 我们是 也是因为我们都是前线嘛 然后如果说好像对方 就是我们同事随时都 如果帮忙打疫苗的话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 如果有中COVID的话呢 我们也不知道的话 我们会传给很多其他病人 我们是不要这样子了 是 所以我有听说一些医护朋友 他们为了避免自己传染给别人 或者说降低那种传染的风险 他就在诊所可能 或者在医院可能会洗澡一次 回家再洗澡一次之类的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 有没有类似的防疫措施 给他加强起来 最好是有跟着SOP哦 然后如果好像你看说的 他们在就是在医院冲凉 才回家再冲个凉 其实也是OK的 可以没有问题 只是然后就说好像平时 我们在做治疗的防疫措施的时候 最好是有跟着SOP 动了病患者过后 最好是消毒手哦 洗手啊 最重要的是要洗手 时不时不要洗手 用肥皂洗手 是 那你们之间现在会心情 会比去年更加的紧绷吗 会 你们怎么克服啊 我很好奇 怎么克服啊 就好像我们就加强的 那个口罩 飞袭啊 我们全部都会要戴齐全 是 然后手套啊 全部都要一起戴 是 现在比如说好像在我公司都好 我们在每天上班的时候 我们都还要穿那个 避免材料 是 这样子会at least可以保护到自己 然后我们会再也 可以保护到自己的家人这样 是 然后也保护到我们身边的同事们 是 那嘉明我知道您服务的单位是流动卡车 就是帮人家注射疫苗的时候 那那个做法会不会让您更安心一点 因为好像跟那个民众有一点更远的距离 然后他打完他就走了 有啊 有啊 还好啦 因为我们都有跟着SOP啊 我们会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有 动患者 我们会要消毒 用消毒液来吸收咯 因为我们有时会不方便去上个厕所来一直吸收嘛 因为 人民很多 数量很多 就我们在我们的Cubicle中 我们会有一个 我们会有一个消毒液 我们一个患者来了 我们就消毒一次 是 就确保你的防疫也是做到滴水不漏 可是现在其实除了防疫之外 我就要很多医护人员也面对一个问题 那就是民众开始对于打空针 这件事情有很多疑虑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疫苗 那个剂量其实很小 有一些人他打了 他们不感觉痛 他就怀疑到底 我有没有被打空针 就你们护士在帮人家施打的时候 你们怎么提高他们的信心呢 如果是像我 我和我们公司的安排是说 我们每当有一个患者来的时候 一个病人来的时候 我们是会 首先把那个疫苗的新的疫苗瓶 我们会给他们看 然后是他还有那个盖还在上面的 就我们会证明给他们看 这瓶是你的 然后那个疫苗的名字是什么名字 多少容量 我们可以给他看 而且那个针还有那个注射器 那个会是新的 我们不会有说线打开 方便便在那里 就at least那些人民看到是新的一个 他们就会比较安心 过后我们就会抽出来 我们会把那个疫苗抽出来 然后我们抽了 我们打掉那些空气了 我们就会证明给他们看 是多少刚刚好的那个容量 容量打完了 就是打完效果打完了过后 然后我们也是会再给他看回那支针 已经是用了 空了 空了 我们才丢掉那支针 有没有民众就是试过他怎么样都不相信 他要你们再证明 有这样的案例吗 会有这样子的案例 对 是说我们就证明给他看 我们打的时候 他就稍微看一下我们打他 打了手臂的时候 所以某个程度上 也会鼓励民众大概看一下 先给他心安 然后跟他说 我现在打了 这样子 对 那就不会有误会 对不对 是 那如果老人家 有一些老人家来 他可能就是听不太明白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呢 我们有很多种种族的会计在那里 就有 比如说我是华人 我的统数人是马来人 或者印度人 我们会用不同的语言跟他们沟通 是 这是马来西亚人的优势 幸好我们懂的语言多一些 放眼也可以派上用场 对不对 对 是的 那最后其实按照您这几个星期以来 在这个接种中心工作的经验 其实您有没有什么想要给大家 更强烈的建议 就因为我们知道 每天的那个案例都很多 要接种疫苗那个迫切性很大 对吧 是 然后是想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比较疫苗 最好是不要比较 然后我们要很感恩 我们有得到任何疫苗的那个训练 如果说好像 比如说你要一个疫苗 可是你得到的训练不是你想要的 可是其实每个疫苗 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 性效果 是 看更个人的身体状况 然后在你打疫苗之前 最好是要跟医生讲明白 你身体有什么状况 这样子医生就知道 你就会比较安心一点地去打 是 那最近有一些确诊中心 疫苗的接种中心 有听到一些好像是有阳性的个案 他也去打疫苗这样子 那能不能请您再苦劝他们一次 因为我们讲他们不听 那护士医生讲他们比较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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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的时候 好像我们在 我们可以 其实我们在每天 最好是更新我们的麦斯加特拉 然后如果麦斯加特拉里面会有 如果你好像你不舒服 比如说你不舒服 说人家觉得感冒 还有咳嗽 还是头龙痛不舒服 最好是不要去那个打疫苗那里 譬如说你的训练是当天 你就可以这样 在那个麦斯加特拉那里 你可以护士医生 然后护士医生的训练 换去另外一天 所以你比较好一点 比较健康的时候去打 这样子会比较少有接触到疫苗 然后如果是你本身有疫苗的话 也是不会说传给别人 是 就是你保护自己也保护到别人 是 对 我们非常感谢佳明 谢谢您的这个付出 希望说您也保重 好不好 好 谢谢你 好 再见 再见 那明天的主题呢 我们依然会谈疫苗 但是针对孕妇这个群体来谈 因为很多的医学的研究 似乎都说明孕妇如果感染了新冠肺炎 可能他发生的一系列的这个不良的反应 会比一般人严重一些 那如果您也有任何疑问的话 欢迎您发简讯给我们 018-37-00-792 我们明天请医生为您解答 那与此同时呢 其实在这波疫情当中 很多人生活陷于一种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下 就求助无门 甚至会有一些想不开的念头 那我们希望你啊 就是在做任何决定之前 寻求支援 也拨打我们的这些辅导热线 我们一定可以帮得上忙的 包括生命线协会 心灵辅助协会 文桥 谈香爱心福利中心 都有提供热线说 希望可以给你们就是更多的帮助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互相照顾 我们也想借出我们的耳朵 来听听你们的困境 那希望说大家一起就尽早接种疫苗吧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